hello大家欢迎回来 今天这一期呢是欠了大家很久的关于美容仪的视频 关于美容仪这个话题呢我觉得还挺多可以讲的 所以我准备把它做成一个系列吧 今天就当是这个系列的第一集 首先也非常抱歉 这个主题让大家等了特别的久 因为我自己也准备了很久 网上说法也很多 但是我还是比较相信我自己去查到的一些结果和看到的一些数据 所以也特别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医美啊 但是我其实是挺follow医美的这个流行动向的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医生给出的一些治疗方案 还有医美的一些作用原理 跟我们自己在家捣鼓这些美容仪 它其实相通的 而且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当下的医美流行趋势 去挑选或者排除一些美容仪 或者是帮助我们思考选择护肤品的逻辑 我是觉得像医美这方面来讲 有很多很有效的治疗方案 其实都是从破坏到修复的这个过程 大家不要被破坏这个词给吓到 其实我是觉得如果你的皮肤真的是想要restart一下的话 那么就必须经过一定程度的这种破坏 像在欧美这边还有国内一些很专业的医美机构里面 针对于毛孔的修复 还有斑点斗应的修复 好像很多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都是激光疗法 或者是类似于激光的这种治疗手段 我自己有做过一些research 包括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也做过这种点阵激光 他们给我大多数的反馈都是激光是对于毛孔的修复 还有脸上这些黑色素的修复是很有效果的 那么今天想给大家分享这个美容仪呢 是我最近一段时间用的频率最高 然后跟我其他的仪器搭配率也很高的一款 就是这一支 它是一颗美的激光点阵嫩肤美容仪 它是长这个样子 一颗美他们家其实就专门做激光这种技术的 它的核心技术好像也是叫纳米点阵技术 我有看他们家的介绍 他们的这个仪器是获得了好多好多的专利 所以还是挺厉害的一个仪器 纳米点阵技术其实简单一点的来说 就是那种高能量高密度的微光束 然后直接作用到我们的真皮层 然后刺激真皮层的细胞修复 还有胶原蛋白的再生 大家也可以简单的把它想象成 像医院里面那种很大型的激光仪器 然后把它降低一点它的能量密度 就把它做成这种家用的缩小版的美容仪 跟医美不同的是 有些很有效果的医美 它是那种波脱性的 也就是说你可能脸上打了之后会结痂 会掉皮 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修复期 但其实像家用的美容仪 它的能量密度没有那么高 所以它一般都是非波脱型的 不会影响你日常的生活 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它是怎么用吧 它这个仪器的特点就是已经内置的 把你的脸分成了七个区域 额头两个脸颊 然后两边的这个眼角 还有上唇 还有下巴这些区域 然后根据这些区域的特性 它是内置了一定的时间一定的能量的 所以不需要你去过多的调控 它的机身呢就是长这个样子 一共就是有两个按钮 开关键在下边 按一下 就是开了 这边亮了两颗灯 就是我现在在用的二档 这个键也是可以调档位的 上面这边它就是写的脸的区域 额头啊 眼角啊 脸颊呀 然后这边就是可以调它的区域 像眼角跟脸颊 我们都有两边嘛 所以你按的时候都是按两下 做完之后呢 关机就是长按这个键就好了 如果你长按四秒钟 它响了之后就锁机了 如果你再要打开的话 就是长按四秒钟开机 我之前不知道 然后锁机之后就一直没办法开机 我还以为这个东西坏掉了 所以跟大家特别的说一下 它的使用方法呢 就是你洗完脸之后擦干 然后什么护肤品都不要擦 直接用这个就好了 如果你擦了护肤品的话 它是有可能影响这个激光的深度的 所以大家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用之前就先选择上面这些区域的位置 然后就可以开始这样扫描自己的脸了 因为它里面是内置有时间的嘛 所以一个区域的时间到了 它就会有提示音 提示音响了之后 这个机器就会自动的停 然后你再按另外一个区域 然后再做就好了 它的扫描头是这种横向的 很细长的这种 据我的经验呢 一般这种激光类型的 家用美容仪 它的这个头都会做成这种 细小的很长的 你可以把它想像一个小铲子一样 你的运动的轨迹 永远跟这个头是垂直的方向的 所以你横着拿的话 就是这样子上上下下这样推 如果你竖着拿的话 就是这样左右这样推 如果是这样斜着拿 就是这个样子推 就千万不要这个样子扫 不要横着这样扫 跟它这个接触面是垂直的方向 这样运动就好了 基本上我查到 还有我用过的激光类型的美容仪 都是这个样子来用 说到它这个头啊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小优点的 我用这台仪器的时候 是经常这个样子斜着怼过来 怼到鼻翼 然后可以打在鼻子上 直接可以作用到你鼻子 有黑头有毛孔的那些地方 虽然他们家有专门做鼻子的那种仪器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够了 完全是可以扫到鼻子的 很容易推 反正整体从使用感 然后操作方便度来说吧 我觉得还是挺容易操作的 很容易上手 一般像那种很复杂的仪器 我也不太喜欢 就是很容易让人坚持不下来嘛 然后再想分享一下 我用它的使用心得吧 这部分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认真听讲 因为很多方面吧 我并没有很常在网上看到 有别人分享 首先呢 大家如果用这种激光的美容仪之前 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它在皮肤上一定是会感觉到 不适感的 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疼痛感 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灼热感 但是我是觉得这种不适的感觉 会随着你的使用的频率的增加 然后会慢慢的消失 慢慢的减淡 就像我刚刚开始用一档的时候 第一次用我觉得 那个感受还真的挺强烈的 就是有那种灼热感在脸上 但是也是可以接受 用了大概有五六次之后 就突然有那么一天 我再用一档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像也没有之前觉得的那么疼 后来我就换成了二档用 二档的能量也更强嘛 所以二档我第一次开始用 也是觉得哇那种疼痛感觉又回来了 但是像我上个星期再用二档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像也不怎么样 也不怎么疼了 所以我准备今天晚上我就开始用三档 然后像一颗美还有之前我接触到的激光 类型的美容衣 一般来说官方是建议隔一天用一次的 一个星期不超过四次 就比如说你周一做了周二休息 然后周三再做这个样子 但是我觉得这个频率一定是因人而异的 如果有看过之前视频的小伙伴应该可能有印象吧 我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也买过另外一个牌子的激光美容衣 当时我就是按照他的说明书隔一天用一次 但是呢当时我并没有感觉到我的皮肤有变好 反而是我觉得那段时间皮肤状态特别不好 非常的干燥 然后摸起来也比较粗糙 所以那段时间就迫使我不得不做一段时间 然后休息好长一段时间 然后又开始做一段时间 反正整体的效果吧 我就觉得没有那么的理想 然后像一颗美我刚刚上二档的时候 做完了前几天摸到颧骨这种地方 反正我自己是颧骨这种地方 还有像额头这种骨头比较多的地方 就会有那种很粗糙的感觉 就像那种很细很细的磨砂膏 摸起来的那种感觉 然后是差不多到第四天的时候 就感觉皮肤开始慢慢的回来 这些地方也没有像之前那么的粗糙了 也开始变得比较平滑一点 所以如果有小伙伴在使用激光类型的美容仪的时候 也有这种情况 大家一定不要担心 其实这种情况就是皮肤的一个修复的过程 然后一定要给足时间让皮肤慢慢的去修复 你等到你手摸着比较平滑了 你再去做下一次 一定不要接二连三的做 而且它们是作用在真皮层嘛 会不断的促使你真皮层的细胞再生 然后胶原蛋白的再生 所以我是会感觉到我的修复力有越变越好 越变越快的感觉 就像我刚刚上二档的时候 我差不多是隔五六天才做一次 现在的话我基本上是三天左右 就可以再做一次了 所以我是觉得我自己皮肤的这个适应力 还有修复力是在慢慢的提高的 大家如果用这种仪器的话 一定不要急于求成 一定是要慢慢来的 这一台机器呢 其实我有用过一段时间了 我是觉得它对于脸上的黑色素是有效果的 像我脸上大家可能现在不太能看得到 我是颧骨的这个附近有那种小斑 大家如果去看我上一只get ready with me就可以看到 我颧骨这边是有小斑的 可能这颗大家应该看得到吧 这颗应该是我脸上最深的一颗斑了 这段时间用下来呢 我是觉得我这颗斑是有被变淡的感觉 特别是上了二档之后 我这种感觉会比较强烈一些 我的感觉吧 就比如说你的斑在这边 它扫过去 它是把你这个黑色素给打散掉 所以后来我渐渐的就发现我这颗斑 周围的那些黑色素就有点被剪淡的感觉 就是它的颜色没有像之前那么实了 所以这一点我还是挺满意的 然后我现在才用二档嘛 所以我很期待用三档之后 它对于黑色素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后续的话我也会跟大家继续的update 然后呢这个不是重点 因为激光类的美容仪 它基本上对黑色素都是有效果的 不管你是斗印还是斑点 都应该是有一定效果的 这台机器最让我惊讶的就是 它对于毛孔是有效果的 而且这个效果还挺立竿见影的 我脸上除了有一些小斑点之外呢 因为我也长黑头嘛 所以相比而言我鼻头的这个毛孔 还有鼻翼两边的这个毛孔会比较粗一点 我用一档的时候会觉得鼻子上的毛孔 还有鼻翼两边的这些毛孔 会有被平滑的那种感觉 后来上了二档之后 二档的感觉更加的强烈 肉眼可见的会觉得它对于毛孔有缩小的作用 一般来说大家脸颊的毛孔粗大在这一块嘛 这个蝴蝶区 我现在的感觉就像我这边有几小块地方的毛孔 就是被磨平了被磨掉的那种感觉 虽然它还没有说把这一整片的皮肤都给那样平滑掉 但是我觉得这个效果我已经是很惊讶很惊艳了 这一点是我用其他的激光类型美容仪是没有体会到的 我一度是觉得毛孔跟皱纹 这两大难题是完全不可逆的 起码是你在家里捣鼓是不可逆的 但是用了它之后 我真的是觉得毛孔这个问题已经有希望了 细纹皱纹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感受太多 可能我脸上没有太多的纹路吧 但是因为激光是作用在真皮层的 所以我还挺期待就是持续用下去 它对于我脸上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在这里还要给大家分享几个小的tips 像这种激光类型的美容仪 你做完之后肯定是脸上会泛红的 而像我是开二档的时候脸上会出现那种一条一条的 就跟它这个撒描头一样是一条一条那种红红的印子 这个时候就非常需要立即的去贴一片补水镇定的面膜 不管是涂抹式的还是贴片式的都是可以的 我是推荐大家可以用那种敷上去冰冰凉凉的那种面膜 会特别的爽 而且像做这种激光类型的美容仪 大家最好是在晚上做 因为晚上你要睡觉嘛 所以给你皮肤的一个休息时间是很多的 一般来说到第二天早上是不会有那种泛红的现象的 是不会影响你正常的生活的 然后呢像这种激光的美容仪 大家做的期间一定要注意做好修复的工作 这个样子可以缩短你皮肤修复的这个时长 而且如果是刚刚打完这个激光的前几天 你会感觉皮肤有变干的感觉 这个时候就要多注意补水保湿 可以用一些补水保湿的精华呀或者是面油 加到自己的护肤routine里面 这样帮助皮肤的更好做补水保湿的工作 我自己是更喜欢用面油多一些 因为有很多面油它是兼具修复力还有保湿力的 而且像很多面油都是可以直接滴到底妆当中的 也可以让你的底妆更加的服贴更加的保湿一些 如果大家还没有看那一支我的面油的视频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会把那支视频的link放在下面的info box里面 然后还有几点呢也是非常需要大家注意的 第一就是如果你的脸上正在处于长痘痘 大面积的长痘痘大面积的过敏的时候 就不要用这种激光类型的仪器 任何时候一定是先修复好你脸上的皮肤问题 修复好炎症然后再去做美容仪 如果你当天有刷酸了也不要在刷酸之后用它 你可以隔个一两天再用 还有就是很多人关心的孕妇和哺乳期的宝妈们是不能用的 大家坚持一下过了这个非常时期 然后再用美容仪 最后的重中之重 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 不管你是做激光类型的医美 还是激光类型的美容仪 做完之后一定要注意防晒 如果你不防晒的话是有很大几率会反黑的 所以大家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把防晒做好 最后呢我想来跟大家总结一下 如果你的脸上是有一些黑色素 比如说痘痘斑点的困扰 或者是有毛孔粗大的困扰的话 我觉得这部机器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因为它是真的看得到效果的 不会像有些美容仪很鸡肋的感觉 我不太清楚国内的这种激光的医美是多少 大家如果有知道的话可以在评论或者弹幕里面刷一下 美国这边的医美的价格其实还挺透明的 我查了一下基本上那种最基础的激光是400美金到600美金一次 现在汇率是7所以一次的话就差不多是2800到4000左右的样子吧 我知道是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如果你要做激光的话 医生一般都是建议你做一个package 就是你一次性买三四次或者五六次的这个样子 然后可能隔一段时间做一次才能达到这个理想效果 才能维持住这个效果 有些医院可能你买的多会给你一定的折扣 但是我觉得应该2000多块钱 2500左右的价格一次是跑不了的吧 这个机器的价格我记得就差不多是你做医美做一次的价格 好像就是2000多3000不到的样子吧 算下来对比下来 我觉得一颗美的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因为像女生的皮肤是特别容易受荷尔蒙的影响的 像大家长痘长斑都是跟我们的荷尔蒙有息息相关的 随着女生的年纪越来越大 我们身体里的激素水平是越来越往下走的 再加上可能外在的一些其他的原因 所以是很容易出现有皮肤纹理比较粗糙毛孔粗大 然后还有长荷尔蒙斑晒斑这种现象的 我是觉得就算是去做医美 它也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 你想让你的皮肤维持到一个很理想的状态的话 也是需要你隔一段时间去做一次的 所以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吧 我觉得投资一台激光类型的美容仪 对女生来说还是一个挺有必要的选择 我自己的皮肤是中性 如果是去到很潮湿的地方 可能我的皮肤会变成中性偏油一点点 如果是待在干燥一点地方 可能我的皮肤会中性偏干一点点 反正不管怎么样吧 我一直都是努力把自己的皮肤调理在一个中性皮的状态 我用下来我觉得这台其实它不太挑肤质 除非你是敏感皮 如果你是那种超级敏感皮 请先一定要修复好你脸上的炎症 然后再去考虑任何的美容仪 像干皮容易长斑 有一点的皮肤可能容易有痘印 或者是会有毛孔粗大的现象 我觉得除了敏皮之外 任何肤质这台机器都是适用的 只要你后续做好修复跟补水保湿的工作 都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还想准备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用它的过程的 等下次吧 我就怕这期视频的时间太长了 我也太啰嗦了 然后它获取三档的使用报告 我也会之后给大家再update 所以以上这些 就是今天我想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激光的美容仪 这台机器我也是用了好久 然后很开心 我喜欢的东西 觉得好用的东西 对于大家来说 也可以是一支福利的视频 至于福利是什么东西 大家可以check下面的info box 我会把相关的信息都写在下面 然后像美容仪这个主题 我也会陆续的给大家出出来 大家下一个想看的美容仪的类型 是哪一个呢 大家可以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 或者是想看对比类型的 还是单个美容仪 都可以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 我到时看一下哪种仪器 想看的人比较多 就先给大家安排出来哪一支 好不好 希望我这期视频对大家能有帮助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还是不要忘记帮我点赞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可以告诉我 或者是来微博问我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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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